中國大陸對台貿易壁壘調查結果出入後 中國大陸21日再出招 宣布終止部分ECFA產品關稅減讓 讓企業界剉了蛋 經濟部長王美花親上頗獻回應 那這個非常明顯就是一個經濟的脅迫 而且是在大選之前 就做這樣的一個當作政治的操作 那所以在這個分析之後呢 我們認為目前的影響是有限的 那這個主要是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我們在對中國的出口 其實九成都是中間材 這個到中國出口產品裡面 五成是半導體是晶片 那第二個就這12項的商品 那我們分析之後 取消這個ECFA關稅回到WTO的這個稅率以後呢 有16億是1到2%的稅率 那所以這個18億的金額大概是佔我們 對中國出口的1.3% 第三個說明呢 事實上我們在它開始要啟動調查之後 跟產業做了很多的座談 即使是現有ECFA的這個早收清攤 有這樣的一個稅的優惠 我們對中國的出口也降了三成 這次ECFA中止項目幾乎都是能源實化產品 很明顯衝著來 他12項他寫的事是不是很清楚也不曉得 因為他最後一項 其他初級形狀的錫金聚合物 這個把很多的石化產品 統統包含在裡面 工會也爬到大陸商務去 跟他們協商務去也沒有結論 但也有專家表示 依照台灣與大陸目前的貿易關係來看 取消石化產業關稅減讓 以警告台灣的成分居多 對於台灣的民生經濟絲毫沒有影響 現在ECFA有跟沒有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ECFA存在的價值就等於是兩岸的一個期待關係 也是兩岸在互動上大家敵意或善意的指標 如果現在中國把這個ECFA拿掉 實質對衝擊台灣產業其實非常微小 但是他只有給你心理造成壓力 至於石化產業如何應對 轉型與否成了解決問題的關鍵 就算轉型後也有許多困難待解決 大陸現在這個石化品的產能是全球最大的 它的這個下油產品 它國內經濟不好它也要外銷 你要東南亞印度其他國家 你有這個大陸的有日本韓國的這些競爭 你東南亞有這日本韓國它有FTA這些 Recept的這些東西 你很難競爭得過日本韓國 所以對整個石化業的影響是蠻大的 這個跟政府現在態度沒什麼關係 你這個產業如果你不失轉型 就是說你在價格當中殺戮當中 你毫無造假的疑地 你的產品有競爭力 你就不怕任何的競爭 但如果你的標準規格剛好是中國的強項 你怎麼說你也不是他的對手啊 總統大選即將登場 是否還有未爆彈 仍然是未知數 經濟日報 陳鈺 黃俊瑋 楊凱俊 賴昆游 台北報導